這裡就是今天晚上要入住的飯店 位於台南市中心的一個合意飯店 它是一個主題式的飯店 也是親子飯店 它的主題就是大家看得到這個卡通 就是這個探險魔法 那我們就走進去囉 那這個飯店的大廳其實是在四樓 所以我們進來之後呢 就往內走 然後會看到一個那個 這邊有Elevator電梯的一個指示 那我們就順的走進來 那我們看到四樓就是大廳Lobby在這邊 那我們在五樓其實就是他們的一個活動空間 那六樓跟七樓是他們的特殊的卡通頻道主題房 他們跟那個卡通頻道有做合作 那主題就是探險火堡 那八至十二樓是客房 那十三樓是行政套房跟教育廳就是Lounge 那我今天晚上住的是在十三樓 因為我們是行政客房 好今天晚上住的是三層 第十三樓啦 那聽說這一層就是大概就是給商務客住的 那現在走到我的房間 今天住的房間應該到了 1313 按照慣例 叮咚 好 來 哇 看一下這個房間裡面 哇 房間真的很大 房間真的很大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一些設施 其實你看喔 他稱為親子飯店其實是有道理的 他的桌角啊 其實他都有做一些那個房狀的泡棉 不過是有點脫落 這是房狀的泡棉 其實對小朋友 其實還蠻友善的 還有一個鬧鐘 然後這邊一個插頭 哇 這個床的Size真的那麼大到 那這邊呢也是一個 一把一的插頭 就是說都是床頭的兩個桌子 上面都有一個 各有一個110的插頭 所以我們要用iPad啊 充電或電腦充電 手機充電 都很方便 那這邊有一個 就是沙巴椅吧 還是貴賓椅 搞不清楚 反正這個看起來就 也蠻舒服的 那這邊還有兩張椅子 那這邊有一個辦公桌 對我們商務客來說 其實我們是蠻需要 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要放個電腦 讓他處理一下公司之類的 那我看一下 喔他這邊有USB的一個充電座 跟110的電 那個110的插頭 那這個閱讀燈也有一個 電源開關 獨立在這邊 喔啊下面還有一個 保險箱 這邊還有附上一個網路線 這邊 這種椅子我比較喜歡這種皮椅子的 因為皮椅子的好清潔 尤其最近這種環境下 其實皮椅子的是比較 我覺得啦比較衛生 比較安全啦 那這邊有Smart TV 那其實他也特別喔 他修上我的英文名字 就是中班 音的一個英文名字在上面 那既然這邊其實他這個長桌 是蠻長的 如果真的要兩台電腦 應該也是蠻 蠻夠用的喔 就這個空間 這空間真的是 超大 那這邊有兩瓶水 那我拉開來看一下 這邊是他的那個備品 跟一些 茶水的 這邊有咖啡 包跟 那個一些紅茶 綠茶茶 茶包 還有杯子 還有杯墊 那再下來這邊是空的櫃子 那這邊是冰箱 冰箱有兩罐飲料 雪碧跟可樂 這應該是免費的 那旁邊這個是 這是抽屜 這是咖啡壺 這是熱水壺 我最近看到一個影片 有人說你到飯店之後 就燒一壺熱水 然後從那個 比如說馬桶 什麼把它淋下去 做消毒的動作 不知道這有沒有效啦 因為 其實現在飯店很多都是免費馬桶 要淋下去會不會有問題 只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沒有免費馬桶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底下 底下開不起來了 那這邊進來的地方呢 它有一個 一個空間 這個上面應該是可以擺 讓你打開行李箱用的 空調的開關 那這邊應該是 它有一個 這是它的衣櫥 空間也蠻大的 這邊其實這個 應該是可以讓你放行李箱 我覺得 這個 接下來 那這就是它的一個 它是動線圖喔 我今天住這一間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是浴室 它這邊有一個獨立的浴缸 很特別 可是 不知道耶 如果帶小朋友來住的話 因為它這個地板上啊 它是沒有那個 高低差的 因為小朋友 把水拖到外面來 不知道會不會就淹到客廳這邊來了 這個可能 有小朋友要住 要注意一下 這件事情 那浴缸底下也是有繁華 那這邊有 衣服 毛巾跟一些 製衣籃 髒衣服的籃 它這邊有一些 背品就是 牙刷牙膏 梅花棒之類的 好 吹風機 PELA SONIC 那這邊有一個茶杯 那這邊有一個 用的衛生紙之類的 我們看一下 再來這邊就是它的 這個 馬桶 這馬桶是什麼 用TOTAL的 是用TOTAL的 是用TOTAL的 那個品牌應該是還不錯啦 那這也是免治馬桶 不過免治馬桶 我剛才想了一下 剛剛那個 燒烤熱水淋下去的這種論調 我覺得是消毒啦 可是 不知道對馬桶 被有不良的影響 到時候把馬桶給弄壞也是 也會造成飯店的困擾 那這一邊隔壁 這一間就是淋浴間了 所以它有一個 浴缸 也有一個淋浴 淋浴的空間 好 它木耳爐最多是 都必顧要四周單行 所以大家看一下喔 它的空間是這樣子 它這兩個門 打開 一邊是馬桶 一邊是 淋浴的空間 其實整個來說 我覺得這間 噴店的那個 設施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我剛剛一進來 這個房間最吸引我的點 在 這個地方 哇 它的夜景真的超美 它的夜景真的超美 我看看能不能把電燈關掉 我們看一下外面的空 我看一下床頭櫃這邊 喔這邊有應該可以關燈吧 我試試看 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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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 這個 關掉 好 我已經盡量把房間這邊關按了啦 大家看一下 喔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 可以看夜景的感覺 所以這房間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是 我滿喜歡的 那它上面其實有間接照明 也不見得說 感覺它會 特別的暗 或是怎麼樣 那我們從另外一方向 我們看過去 大家看一下齁 這邊還有一個小圓桌 在那個 有什麼椅 前面 那這邊 空間是很大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應該有 機會 可以在這邊 編輯一些 照片 那這個廁所門是 滑門喔 是滑門可以關上 是滑門可以關上 整體來說 推薦 因為我們商務客 因為公司有簽約 所以價格是滿 我覺得是可以貼售 在這樣一個房間的品質上面 好 那房間的介紹就到這邊 等一下有空的話 我再去拍一下 這個飯店最主要的一個主題 就是親子飯店吧 那它到底有哪些親子設施 好 我等一下就會去看一下 掰掰 我肯定連結 那些小圓桌 我